熊三飛彈射向天際 空中留下長長尾焉 航母殺手要保健出鞘 可沒那麼容易 100公斤 300公斤 短短10秒內 重複確認目標物 最後才由發射手 按下紅色發射按鈕 這是電影反擊對手攻擊時 發射魚雷飛彈 我郭金江艦配備的熊三飛彈 發射流程也是如此 當我的鑰匙插下去 不是插下去就可以發射 插下去還要轉到 夠的位置 前新江艦艦長呂理師 服役旗艦所帶領的船艦 內部構造就跟金江艦一模一樣 要發射飛彈 必須從保管箱中取出鑰匙 插上啟動電源 再由艦長飛彈關 事關附送報告詞 內容包括時間 地點 方向以及事由 三人把關後 採由飛彈關按下發射鈕 在這個艦 他整個在艦長要發射前 他其實也是要透過 他的發射的顯控台 然後去做這樣一個發射確認 在發射確認之前 他其實也是應該要整個 能夠完整的了解到 就是今天在甲超過程中 所有該設定的 是不是設定在一個相同的位置 應該設定的位置上 金江艦執行甲類操驗 是必須接受考評的測驗 會派出最優秀船員 操驗時飛彈會接上火線 指管中心會全面開啟 飛彈的鑰匙將插上啟動電源 等於全面上躺 只插按鈕 全軍精神狀況因處於最緊繃 怎麼會誤射令人費解 在整個飛彈的發射過程中 你居然沒有透過官士兵相互的 命令的附送跟確認 就把這個飛彈發射出去 說真的這個在放到世界 其他國家海軍來看 事實上也是很少見的 雄三飛彈怎麼會飛出去 軍事專家想不透 國防部也還沒給答案 唯一確定的是 螺絲真的鬆了 記者黃明俊長良好 台北報導